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威力奇惠影 大家好 我是奇惠威力哥 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先祝大家 未来这个礼拜都能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这礼拜非常重要 有非常 多的这一个 这个美国的重点的财报要去做一个发布 当然大家最关切的跟台湾 最密切的呢 当然还是在美国的这个苹果 苹果原本叫苹果电脑 后来呢 因为他不只做电脑 后来就改名叫苹果资讯公司 苹果 那除了苹果以外呢 还有大家的比较常用到的 enjoy 手机 常用到的这个 一个Google的系统 Google的母公司 叫Alphabet 他也要发布财报 那这些呢 都会对于全球的整个 电脑 还有手机产业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在这财务 发表以前呢 我们从 近期的这个新闻的一个情况来看 也就是 苹果的一个销售的数字来看 预期苹果的财报应该是可以符合市场预期 甚至 优异市场的预期 所以呢 后续呢 这一半应该还是有 比较重要的利多因素 可以让大家所期待 另外呢 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联准会 也即将呢 在 这一个10月 可以可以看画面 13 11号 台北时间的10月31号的凌晨2点的时候呢 要发布 发布他的一个利率决策的 一个结果出来 那 大家都会 期待说这一个月的还是能够持续的 调降这个利率 那因为大家还是预期说 像这个美国的一些 民间企业呢 他的一个 支出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在投资 这个设备的一个情况 趋缓的一个现象 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个部分 其实民间消费的部分呢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缩减 那川普也极力的在这一方面呢 在 在刺激他们的这个民间的一个消费跟就业的状况 可是呢 这个大部分的企业 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呈现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态 那造成他们的这个投资计划可能有 暂缓或者是取消的一个情况 那可能美国政府在想说呢 是不是呢 再把利率调降 让这一些呢 已经 原本已经投入设备的这些企业 让他的一个 利率成本能够降低 然后提升他的一个获利 这是美国大海的一个如意算法 但是从 这个利率的角度来看 利率你再怎么降 要不去捐一吗 你降了 那到底能够对民间企业的获利能提升多少 威尼哥都要认为了 这个部分呢 其实相对的一个有限 其实真正让企业投资减缓的原因呢 是在美中贸易战 所以呢 我们来看美中贸易战最新的一个进展 目前传出来是说 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所 是说 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 这个细项 这个文件 文本 比如说我们要签署了文件的一个架构 大概都已经拟好了 这是值得市长亲和的一个消息 那比较负面的呢 当然就是 在这两天我们看到川普 被民主党 这个贪败的这个部分呢 当然共和党的部分 他们有肃请法院 来做一个 一个一个诉讼 那法院在这边的裁决是认为的民主党的部分是胜诉 所以也聘令川普呢 他必须要交出 相关的一些这个没有经过删减版的这些秘密的文件 这个其实在美国政坛上是非常 严重的事情 威哥倒是认为这个事情呢 他对于整个 美股市场的影响性 甚至很有可能会大过 苹果发布财报 苹果发布财报呢 其实这个都已经在大家的这个预期范围之内 所以呢 他的一个利多 了不起就是反应一天 了不起就反应一天 但是如果川普的谈案 真的 真的成立了 那他也真的被谈合的话 他甚至可能会被要求下谈 那对于这个美国的整个 不管是政治啊 或是股票市场来说 其实都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面因素 提醒大家 多做留意 那 简介我们要看回来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面的部分 今天比较让大家担心的是在成交 金额的部分相对来说找盘这个 开盘的时候啊 这个成交金额的部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一些些 那威力哥预估可能会比月的平均成效金额稍微低一些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不太有利于今天的K棒说 所以国家队还是硬要去干预他 他还是有这个可能 所以大家呢 就要去留意尾盘的时候 这个重要权之谷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异常的大弹在敲 试图想要把量做起来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 那表示呢 在今天这一根 这一根K棒收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向 五日线的地方去做一个探测 好 那我们看回来 期货日线的部分 日线的部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我们的威力指标呢 他在超涨区已经开始多方力道衰退的一个情况 除非呢 后面这两三个交易能持续的在往上 创高并且收高 扭转这一个情况 否则的话呢 这个指标很有可能的 持续的 第二次踩到黄线的话 代表 多方应该要进行一个观望的一个动作 也同时也在暗示大家这个趋势 偏多的趋势很有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 明显幅度的一个 反转或者修正 那短期之内你要留意的重要的一个关卡 好 我们就以这个上升趋势线来看 我们要去想说这个上升趋势线在什么样的情况就要转成负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说以3-5跟K棒来 做一个观察的话 我们可以 看得出来呢 大概是在 上周五的一个相对低的部分 如果那个地方 失守的话 那既然这个邪率呢 就已经从上升的一个 上升趋势的正邪率 很可能会转成负的邪率 所以在这个部分提醒大家 重要的一个形态关卡 一定要特别留意 如果那个地方失守 他不只是一个趋势的改变 他也灌破了 五日线 所以呢 代表了这个空方已经开始有供给的一个力道出现 提醒大家要多做留意 短线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跟这个 刚刚我们看日线的画面是一样的 大概就是在 上周五 各位你去看 这个形态上 我们就画面这个形态上来看好 你去看 前面的这一个高 他顶到这一个 这个关卡之后呢 他就往下拉 那你再看这一段 当他破了这个关卡说他拉一个长红往上跳 那你再看这个上周五早盘低也是这个样子 你看上周五早盘低往下杀到那个地方就 你就看到一个买盘的力量在刻意的防守往上当 所以那个地方很明显 有人在那里做工坊 既然有人在那边做工坊 表示他一定有一道 顶型的一个 城墙 一道城门在那边在那边做工坊 他就是一个形态的一个关卡警线 那个地方很重要 如果那个地方再次被灌破的话 他不只是 形态上的一个 邪力的一个改变 邮政转付的改变而已 那同时在日线上呢 他也灌破了五日线 就表示 控制力道在逐渐增强当中 那这时候呢 你手上还是持有多大 你就要想 你要去想到说是不是应该要 去做一下风险的一个调节 那最后呢帮各位做整个盘面的重点整理的提醒大家就是说 财报呢也许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利多 但是这个利多呢其实市场已经 一步一趋的在追踪的整个这些企业的一个 月营收的一个状况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已经估得差不多 那反倒是呢要去留意的是比较突发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川普被谈恶的案子 另外一点就是 美国的财政政策扩大这一点呢其实蛮严重的 因为 这个 这个事情呢可以去证明说当时川普当选的时候 他大幅度的一个减税 但是的这些减税之后 却没有能够带动他整个 明天企业的大幅度的成长并也在税收上面做出贡献 最主要呢还是 美国的这一个像他的这个国防啊还有这个医疗保险的支出啊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庞大 简单讲人家税收没有办法支应这么庞大的一个支出 这在经济学上来说 那这个政府呢当他举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到最后啊这个 他们的这一个 在野党啊就会强 烈的去要求执政党必须要控制一下你的这个政府的支出 那表示他后面会有很多公共建设的一个支出啊 会被挡下来 那就会影响整个什么 经济的一个活动啊 他会慢慢的趋缓 所以他会变成一个比较恶性的一个 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然这个影响不是那么短线真正短线可能会是 川普的一个台河案 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好像 已经慢慢开始有一些 利多快要出境的利空快要 开始 接踵而来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留意啊 那技术面呢当然就是说 K线跟均线之间的乖离过大你要留意拉回 那指标呢也刚 在日线的部分提醒大家有过热的一个迹象逐渐的在做 这一个好像快要反转的一个 一个情况啊提醒大家留意 所以在这个地方逢高呢不太适合在持续的往上去做追高 那你要留意的 一个重要的关卡呢 我一个刚刚有提到 就是在上个礼拜五那一个K棒的 相对第一个那个地方呢 刚刚好他就是一个 多空呢 在那边撕杀的一个 一个关卡一个警线在那边如果那个地方失守 不但趋势可能改变 连五日线都可能被灌都 也被灌破 所以呢就代表 短线的趋势呢 可能转负 比较偏为一个 转为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趋势 值得大家要特别的去做一个留意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 最后 再次祝大家 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发大财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 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谢谢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